我们刚刚接到的前方 民航局前方调查组在前方传来的信息 目前今天下午我们在现场发现了一部记录器 由于这部记录器的外观破损比较严重 所以前方调查组正在确认这个记录器 是飞行数据记录器还是话音记录器 目前正在确认之中 在确认的地方 本次事故的情形也是比较罕见 空管雷达的显示 飞机在巡航阶段突然下降高度 且下降率很大 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尽快地找到两部记录器 那么就是数据记录器和苍蝇记录器 送到专业的实验室进行一码分析 这对于我们梳理事故的链条 还原事故的原因是非常重要的 目前调查组正在组织技术力量 全力搜寻另一部记录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